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,这句话放之四海而皆准,我们知道,封建社会一个新王朝出现后,都会刻意美化自己是天命所归,而正成功英雄就遭到了抹黑,具体是什么情况呢? 点击订阅爱观历史,请到深处加个关注,抹黑是肯定的,可一旦有确凿证据证明是抹黑就尴尬了,大家都知道,崇祯皇帝自一眉山后,明朝作为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灭亡了,但在南方明朝的遗臣们先后拥立了红光、龙武、永丽等,并号召天下人殊死抗清。 在明朝所有看清皇族中,鲁王朱以海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,一是在朱以海的一生中,虽性格懦弱,可宁死不想满清,二是被满清大肆抹黑,结果正成功成为了背锅大侠。 在清朝编写的明史中,关于朱以海的结局是这样的,顺制三年六月,大宾克绍兴,以海顿入海,久之,居金门,正成功礼带泼宫,继而泄,以海不能停,将往南澳,成功使人沉之海中,如果按照清朝官方的说法,是正成功害死了朱以海。 靠谱吗?抹黑的?因为朱以海的木志明被发现了,1959年8月22日,台湾军队在中国金门岛旧金城城东炸山取石头时,意外发现了一块木地,考古人员在发掘过程中,发现一块名为黄明坚果鲁王矿制的木志明。 木志明中,关于朱以海之死的记载非常清楚,鲁王素有孝极,仁淫十一月十三日,中坛而轰,与清朝编修的明史中的记载,差距甚远,为何这样做,一切都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。 正成功是我们熟知的民族英雄,他真的会是杀害朱以海的凶手吗? 1. 清军压境,明朝廷风雨飘摇 要想了解事情的真相 我们还要从1642年清军大破眼周说起,当时朱以海的哥哥被逼自杀身亡,朱以海则是躲在死人堆里,才得以逃出生天,后来他跑到江浙一带。 此地的人们反清运动进行的正式激烈之时,这时需要拥立一位代理皇帝,暂行皇帝之职。 而放眼将这一代的皇室宗亲们,他们死得死逃得逃,投降得投降,唯一还像点样子的就剩下朱以海了,于是他毫无意外被立为代理皇帝。 不过在朱以海出任皇帝之前,朱元璋的另一个皇孙朱遇见,已经在福建地区被拥立为龙武帝。 一国不可有二主,由于是在反清的大时代背景下,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皇室内部权力争夺战,争斗到最激烈时,双方居然发生了互展来使的流血事件。 后来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,龙武帝被清军俘虏,而朱以海在清军势力的压迫之下,不得已逃到了福建地区,他在此地受到了龙武帝下属的欢迎,一下为其增长了不少势力。 在这种情况之下,朱以海重燃起收复大好河山的雄心壮志,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收复江南地区,经过一年的奋战之后,他也确实收复了江南多个被清军占领的地区,革命形势一片大好。 然而就在此时,朱以海带领的南明小朝廷却发生内讧,导致军队战斗力直线下降,要说乌漏偏逢连夜雨,此时清平又派出很多精兵强将,镇压以朱以海为首的反清势力。 在如此高压的情况之下,朱以海根本无法抵挡,最后以失败草草收场。 二,南明代理皇帝朱以海投奔正成功,随后神秘失踪。 其实,当清军强势压境时,朱以海还有最后一根救命稻草,那就是正成功所带领的军队。 不过这支军队只忠于龙武帝,而作为龙武帝死对头的朱以海,自然也成为了正成功的对手。 在这种情况之下,朱以海根本就调动不了正成功所带领的军队,正是出于这个原因,朱以海对正成功尤为记恨。 而正成功心里则想着当初清军压境时,朱以海不是想着联合龙武帝共同对抗敌人,而是要和他一争高下,所以在这种危急关头,他自然也不会选择帮助朱以海。 由此,二人之间生出了很多矛盾,在这种情况下,朱以海想要寻求正成功的帮助,简直是痴人说梦。 伴随清军的强力压制,以朱以海为首的南明小朝廷逐渐凸显出日薄熙山之势,他们先是逃到浙江临海县一带,后来又占据舟山群岛,想要在此保存实力,以图他日能够重新振兴大明。 虽然理想很丰满,但是事实却是清军不断对其进行攻击,朱以海最后被打得无处躲藏,只好跑到厦门投靠正成功。 三,曾经的民族英雄,成为了令人愤恨的是君者。 大会前面已经交代过二人之间有不可调和的矛盾,不过当看到逃奔而来的朱以海时,正成功动了侧隐之心,虽然当初他和龙武帝争夺皇位之事非常不明智,但他毕竟是仅存的皇室血脉,于是正成功不计前贤地收留了他。 然而就是正成功的一时心软,才导致自己背负三百年的黑过。 根据清朝修订的明史记载,正成功刚见到朱以海的时候,对其颇为恭敬。 时间长了,就有怠慢之意,朱以海内心愤懑不平,便想要离开这里,结果被正成功扔进了海里。 曾经的民族英雄,如今成为是君者,正成功遭到世人的唾弃,正成功临死前。 他的父亲,被刚刚登基的亲帝砍了头,大明朝最后的希望,永利帝也被蜻蜓抓住,自己的儿子又不成器,在这样内外交困的情况下,他觉得自己无言见识去的亲人,也无言面对效忠了一辈子的先帝爷,最后抓破脸面,一命呜呼。 四,一座古墓的发现,洗脱正成功的百年冤屈。 转眼三百年过去了,一位农民在榨山取食的时候,不小心炸开了一座台湾古墓,这座古墓规格很低,而且特别小,小到仅能融下一口棺材,根据考古学家鉴定,这座古墓的主人就是南明的代理皇帝朱以海。 伴随着出土的还有一块墓碑,上面清清楚楚地记载着,朱以海一直都有哮喘病,在一次发病时,不治身亡,也就是说,当初朱以海失踪,并不是被郑成功扔到了大海,死亡的真正原因,也不是被淹死,而是因为哮喘复发而亡,为此,郑成功背了三百年的黑过,因一座古墓的发现,而真相大白。 大会以为,在清廷重新修订的名史中,对这段历史的记载有失史时,究其原因,无非就是想给郑成功扣上一口黑锅,并且借此挑拨与南明朝廷的关系,制造内部矛盾。 让他们不战而亡,而清廷则坐收渔翁之力。 郑成功虽然是个富二代,但他的创业历程也非常艰辛,他是在父亲归顺清朝,家族子弟自立山头的情况下,接过郑氏集团的大旗,开始创业的。 虽然和白手起家的创业者比起来,还是轻松了一些,但是郑成功能把家族企业做到这个规模,已经超过许多人的想象了。 毕竟郑之龙留下的是一个烂摊子,二十岁出头的郑成功,此前只有一年的从军经历,他能获得成功,的确依靠他自己的那股劲儿了。 因此,郑成功也在多年的军旅生涯中,摸索出了一套自己的治军方略,简单来说就一个字,严。 除此以外,郑成功的疑心病其实也很重,没办法,创业之主都有这么个毛病,比如说曹操、朱元璋等人,疑心病都非常重,这也造成了后期治军时的一些失误。 郑成功在宝岛站稳脚跟以后,立马让手下把家眷都接来。 赶走荷兰人以后,郑成功和当地高山族的百姓相处得非常融洽,由于治军很严,所以郑氏集团的士兵,没有一个敢欺负当地老百姓的。 这也赢得了当地人一片欢呼。 郑成功志得一满,觉得将这里建设成自己的基地,再好不过了,至于他还有没有恢复大明王朝的想法, 我认为这一想法在这个时候,已经渐渐淡去了。 毕竟凭借他一己之力,一岛之力,很难和庞然大物一样的清朝相对抗,与其正面交锋,倒不如虚于尾夷,说不定还能保证郑氏集团长久发展下去。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,郑成功下达了一个命令,让所有将士都将家眷接来宝岛。 这本身是一件好事,官兵和家人团聚。 也有利于他们为正式集团效礼,有家人陪伴,996也不觉得辛苦了。 可问题是,郑成功有点操之过急了,这事完全可以慢慢来, 毕竟他们手里还牢固地掌握着福建沿海部分地区,很明显是水到渠成的事情。 奈何郑成功下了死命令,这就导致大家有了一定的抵触情绪,情况主要分成了这么三类。 第一类,留在宝岛的这些将士,他们发现身边有不少人水土不服,并倒了一大片。 可郑成功依旧强行要求他们将家眷接来,而且让他们在当地囤恳。 说老实话,这部分将士心里肯定有怨言啊。 第二类,镇守在厦门、金门、南澳等地的将士,人家是团聚,可他们是要和家眷分离的。 郑成功玩这么一出,极有可能是把这些家眷当成人质来看待,所以说,这部分将士就更加不爽了。 第三类,有心恢复明朝设计的将士,这部分人主要是中高级军官以及大量文臣。 他们觉得郑成功的这一举措,是彻底放弃和清朝对抗了,那复明大业可就遥遥无期了。 一旦军中出现怨言,那事情就好办了,因此,南澳率先出现了叛乱。 紧接着陆续出现了一些将士投降清军的现象,这就无法避免了。 所以说,郑成功收复宝岛,的确值得庆祝,但丢失福建沿海地区,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。 我们解决一下。 关系的oding production总统icial 我们开始提示了需要广场合作的地方。 感谢观看